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前几年我看过一个现场拍摄的唐太宗李世民附体的这么一个视频 非常的震撼 她是附在了一个女居士的身上 据这个附体的李世民 她说啊 这位居士呢 是她曾经的皇后 并且她说 她是刚刚从地狱里出来的 那现场呢 就有人问她 你怎么会剁地狱呢 你不是是个好皇上吗 李世民呢 就垂胸顿足的说 你以为好皇上就下不了地狱吗 她只要造了地狱的业 也是要受报的呀 还告诉我们 这个世道啊 都坏了 人心坏了 不拯救人心的话 这个世界就乱了 就没有救了 就还是说话 还带着她那个皇帝的口气啊 为国为民 忧国忧民的心理 她还说 她在生前的确是个好皇上 是个明君 死了以后 剁了畜生道 畜生道以后又回到了人道 人道之后才堕落了地狱道 地狱道堕下去就出不来了 从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知道 以为你做了皇上 你做了有权势的人就能想特殊吗 就能侥幸吗 不是的 因曹地府没有侥幸的人 她离开地狱还是因为生前做了一件好事 什么好事呢 她说 她的好东西可惜没有传下来 她自己刚刚从地狱出来 不记得了 这是什么好东西呢 就是群书制药 这本书 在中国失传了一千年 发现了之后 我们的老法师就把它再重新印刷了一万套 就是因为这一部好书的流通 虚空界变法界就知道了 那有人问 就说 李世民怎么堕落地狱的呢 李世民他为什么能从地狱里出来呢 老法师曾经给我们做过一个开示 是因为这个李世民曾经找到过老法师去改恩 那个时候老法师是在澳洲 群书制药找到后 老法师让人印了一万本 这个样本啊 刚刚送到澳洲 老法师还有五六个同学呢 把这个书啊 摆在桌子上正在欣赏的时候 误人法师的妹妹当时也在场 突然就跪下来说 我是李世民 我是唐太宗附体来的 老法师请他坐 他也不敢坐 一直跪在地上赶A 他还说 就是这本书的出现 地藏王菩萨才把它从地狱里保出来了 透这个信息让我们知道 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老法师知道了以后 一生都是在弘扬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让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变故整个的世界 整个的宇宙 现在老法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那这些重任呢 就落到了我们现代人的身上 希望大家都能弘扬正法 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下面呢 我们就来听一下 近空老法师曾经给我们做过的一个开示 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能离开无间地狱 就是因为这一本书群书之要 老法师开始说 唐太宗附体这个光盘看过了 他是一位好皇帝 剁了无间地狱 为什么呢 夺取政权的时候是用的武力 是战争得到的 战争死了很多人 杀人杀的太多了 这个打仗是什么呢 是双方的杀业 你都要接受 你自己这边死了多少 对方死了多少 你没有这个战争 这个性命他都在 如果这个人在战争中死掉了 这个发动战争的人 他都是有责任的 一定要受地狱果报的 这个罪业 剁了无间地狱 能从无间地狱出来 他一定也做过好事 好事里面还有头一等好事 这等好事是什么呢 佛法讲慈悲心 爱心 他没有丢掉 你跟他做对的人 他要杀你 但是你不跟他做对 他还是爱护你的 这个是最难得的 是他下令给魏征 召集几位大辱 有学问有道德人 替他编了一本书 他做了皇帝 要整治整个的国家 用什么方法来整治呢 他就召集大家到古籍里面去找 找到有关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这些文字 通通地给我抄下来 给我看 他用了四五年的时间 编出来了这一本群书制药 唐朝亡国之后 这部书就没有了 失传了 唐朝还没有印刷术 印刷术是从宋朝发明的 唐朝时候它没有 唐朝以前的书啊 都是手写的 分量不多 价钱很贵 书那个是宝啊 这些书呢 都被日本人拿走了 隋唐 日本的留学生在中国很多 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好 通通搜集带回到了日本 这也很难得 日本从那个时候起 读了这本书 出现了过千年的盛世 日本人算没有辜负了这本书 就把它收藏起来了 我们那几年找这本书 找不到 很多人都不晓得 我在讲经的时候 提出来了 唐太宗下令编的群书制药 失传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 就这么一说 真是有心的 童修在电视里听到之后 就真找到了这本书 就寄了两套过来 当时拿到手上 真是如获至宝 仔细一看 书很破旧了 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不知道有这本书 我问过他 时间太久了 数量太少 相信那个时候 顶多印了一千本 分量不多 所以很难找得到 这一个发现 字没有损失 没有破坏 纸很旧了 很脆了 就交给了书店 交给了世界书局 印了一万套 就是这么一个缘分 鬼神比我们聪明 比我们灵敏 鬼神知道了 唐太宗晓得了 唐太宗离开无间地狱 就是这本书 这个书刚刚出版 样书书店里送给我 那个时候在澳洲 我们几个人在小客厅长桌上 欣赏这本书 打开来看 精装三册 我们都很满意 这下就不会失传了 分送给全世界的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去收藏 唐太宗来附体 是来感恩的 时间不长 大概不超过十分钟 他跪在地下 自说 我是李世民 我一听说李世民来了 赶快请他坐 他不敢坐 跪在地上 磕头感恩 我说 我对你也没有做什么呀 奖经也没有替你回向 他说 群书制药 这一下子我明白了 因为群书制药 他才能够离开地狱的 告诉我 这本书 可以救中国 可以救全世界 救中国我知道 我找这本书就是这个意思 救世界 我可没有想到 他告诉我能救全世界 这一下子提醒了我 我一定要把这本书翻译成百话文 翻译成外国文 像现在一共有八种语言 尽可能的用外国语 在他们的国家里流通 让全世界都能读到 群书制药的翻译本 为全世界建立世界大同的思想准备 这是一个好事 李世民还告诉我 感谢我替他印了这本书 我们也不是为他印的 也不知道这回事情 这个是很突然的 想到有道理 他还劝我 不要老想着走 你看鬼神他知道 我确确实实 常常想着早一天往生 他劝我 在这个世界上要多住一段时间 还告诉我 这部书可以救全世界 说完之后 他就走了 大概前后不到十分钟 他走了以后 有人告诉我 他没有离开图文八 在我们学院念佛堂里念佛 在万幸祖先纪念堂里念佛 大概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他也离开了 你看灵异不可思议 所以人要有会立群生 要有这个心 唐太宗他有这个心 情职没有忘掉 忍力不够 所以他遭了这么多的难 可见这个因果报应 真是不虚 你的善业有善报 恶业一定有恶报 他因为这本书 可以逃脱地狱 但是因为杀了人 必须要堕地狱 这就是因果报应 这就是因果报应 谁都逃不掉 可见一本好书 可以把人从地狱里拯救出来 同样一本邪书 银书也可以把人送进无间地狱 永不得处理 我们现在网路作家很多 非常容易就把写的东西可以分享到网路上 让大家来看 这些作家们一定要记住了 一定要写善书 杜绝淫秽不堪的邪书 不然你就造了无间地狱的业 你必须要进地狱受报 这个受报可不是一天半天能受完的 如果你的这个书 是淫秽书刊 是邪恶的 你进地狱的时间有多长呢 就要等到你这一本书的内容 在任何的地方全部毁掉 没有一个人看得见 你才能脱离地狱 想想现在这个网路这么发达 可以想到 你把这本书去除的时间 可能性有多大 你的书一天不去除 一天有人看到 你就在地狱里无法处理 想想多可怕 这个地狱的日子可不好过 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 在分享故事 分享文章的时候 要谨慎再谨慎 不然果报是很严重的 希望今天的视频 大家都能从中受益 因果报应 真实不虚 无论你是平民 还是有钱人 还是皇上 还是国家领导 只要你造了恶业 每个人都要受报 谁都逃不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无师 喜欢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拿摩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